大家好,歡迎收看ED才智Talk 今集繼續請來基金經理的朋友 NinetyOne進達資產管理Marco,一起聊聊天 Marco,我真的要請教你 別這麼說 外圍風險因素依然不斷出來了 過去幾個星期,例如大佬為例、美股 調整浪似乎持續 我看到道指連跌了七個星期 我想問問你的客人現在的感受是怎樣 你覺得夠害怕嗎 暫時都未看到一個很恐慌性的情況 好事來的 如果你在恐慌的時候,大家就害怕了 我看回個別主要的市場指數 特別是以納指為例 年初跌了至少25-26% 這是指數整體 但是個別股票其實跌幅更厲害 所以我想,雖然條件有這麼多 但是大家都希望在一個這麼劣的情況裏 大家都這次利益很多 就沒有一次過出現一個恐慌性的拋售 但是大家都在等著留意整體的發展 我想問譬如DK人為例 現在很多人在說 現在因為有通脹,好像怕控制不了 加息步伐會不會再快一點等等 跟著外圍的政治形勢都依然好像未解決完 我們經常說,要開始做一些比較長線的部署 就要想一下Portfolio 如何砌一些可能穩健少許的股份進去 我見直接,譬如上個星期的Fund flow反映 有很多錢都依然會傾向 是流入一些價值型的股份 甚至一些收息型的基金 似乎投資者都有這個mindset 覺得好像未算遲 仍然要為自己的Portfolio 某一個比例做一些風險準備 是,這段時間我覺得挺特別的 我見到投資者比較正面一點和積極一點 就會趁這個時候 雖然沒有錯,可能自己的組合都會錄得少許虧損 但是他們都找,整體的市況都調整了 有沒有一些東西我現在換了,可能更加幫到組合裏面 長遠來說,一個更好的升值空間 所以Debbie,你講得很對 現在通常市面上,想什麼呢? 之前就增長了 增長現在突然間是一個大家都一個大意問號 沒錯,不如去到價值型 還有派息的東西 我想這個就沒有說是一個錯 最主要是傳統的智慧上都告訴我們 在我們現在正值在加息周期當中 當然要找一些周期敏感度高一點 特別最簡單就是銀行 息口上升的時候 希望息差會做好 有些就說,不如我買一些派息的股票 如果派息的股票起碼就說 我當派息那部份是一個叫做cushion 就是頂住 可能就算股價上落的時候 我起碼先收息 有些叫回報可以先代入袋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我們看到的就是 大家會想一下 其實是不是市場上只有兩極化 就是增長 如果增長不行 是不是就是價值型 我們自己都有一個特別的看法 可能少些人提到的 就是說的叫優質股 Quality Stocks 聽這個名字我不知道 W有什麼感覺 Quality Stocks 其實大家去投資的時候 大家都告訴你 無論是做基金投資也好 或者股票投資 大家都想買一些叫做優質股 但這個優質股 首先我們先不要說定義 優質股有什麼特性呢 起碼我們自己去看一件事 就是它有一個銀性 這個銀性就不單止是股價的表現 其實股價也是因為 上市公司的盈利 能夠長期保持得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些公司 長期來說 甚至是我們拿了過去30年 整體的股價表現 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這些企業 首先它經歷了很多的週期 但是它那個盈利的增長 前景 都是相對地比較穩健的 就不會說很大上大落 有一點像一些科技的行業 或者叫做新經濟的行業 會波動比較大 它也會上落 但是波動沒有那麼大 還有它的銀性都能夠持續到 透過複式效應 其實一點都不差 一定是過去30年都會跑贏大市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希望找到一些要優質股票 這裏的圖片都給大家看到了 Marco 幫忙 我都問了很多 優質股是甚麼 待會我們會細緻一點 看看大家會否給予一些投資的提示 看看可以選擇甚麼類型的股份 有些跨國食品或者飲品公司 你看到Marco所說 90年到現在 其實年度化的回報都13% 有些跨國的一些健康護理公司 可能我都自己經常用的 經常超級市場都會看到的 大名的公司 回報都十幾% 也都完全跑贏MSCI的綜合世界指數 但Marco 我就要問你 當然有些鏡頭 你作為基金經理 它符合甚麼標準呢 你就踢它進去 作為一個優質股票呢 我有時說我選擇老公 是說優質的 優質的 有很多鏡頭 究竟它對我比較重要 還是它孝順比較重要 給我錢是重要的 那你怎樣選擇 對 優質股 其實我們真的要當選擇老公選擇老婆 可以長久對住 跟選擇女朋友有些不同 可能 拍散拖 我們今天裏面就說 大家有一個長遠的關係 這些是可以跟我們一段長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互相維繫著 持住的 但其實都很有趣 大家都想找個叫好老公或好老婆 好這個定義其實很籠統 反過來一樣 我們經常說買優質股 因為優質股很少在 就不同說增長型的股票 或者價值型 那麼通用 在我們行內 我們通常說優質股票 我們要細分 那你覺得優質的定義是甚麼呢 其實今天就拿了最主要有五個特性 去和大家討論 大家聽上去都可能比較籠統一些 不過不要緊我們慢慢來 首先第一樣 就是無論我們選擇那間上市公司 它那個產品也好 或者它的服務也好 即它供應賣的東西是甚麼 一定有一個特別的競爭優勢 這個競爭優勢一定是很難複製的 即是說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抄到它的東西 門檻比較高 門檻比較高 很難入的 它有一個特性在 即是說不是那麼容易就 有一個Me2Me3的產品出來 賣一賣到 這是第一樣 第二就是它在那個行業當中 是一個領導的地位 所以說它那個本身的 叫做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一定是長時間推入的 因為亦都是回應了第一樣東西 它一定是 它佔了那麼大部分的市場比重 一定是有些特別的東西 別人提供不了的 第三樣就是我們對於一件事 就很重要的 我們叫做優質股 首先我們就不想它太過受到 一些經濟周期影響到 或者剛才說銀行 那些就是經濟周期敏感 銀行股 譬如能源系列 當然這陣子銀能源系列很紅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能源危機的意識 但傳統來說 銀行業和能源系 就是我們覺得周期性很大 即是說經濟好 加息周期 需求生意好一些 經濟好一些 用油的需求就多一些 但很明顯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想避開一些 我們不想太過激動 所以其實 起碼這兩個版法 就不屬於在我們這個優質股的定義裏面 但不要忘記 雖然沒有這兩個版法 但都選擇很多 譬如剛才說到 有些叫做經濟周期敏感度低一些 譬如簡單 健康護理醫療 即經濟好不好都有一些需求 無論如何都要洗頭 無論如何都要洗口水 食品 必需的消費品 我們都會用到 另外有兩個就是 在財務上的 一個主要就是 我們喜歡一些比較現金流 充裕一些 即是不需要經濟融資借錢 特別是加息周期 你加息成本 資金成本也上漲了 你如果坐擁現金多的 那我要借錢的需求都低一些 所以不單止你融資成本減低 第二你再去發展這個業務 不需要再透過貴一些的成本去做 所以這幾個層面裏面 就是我們講五個定義 很關鍵 我們不是只有一兩個的 我們差不多要全部剔掉 才可以納入我們優質股的定義 那很難 你選擇這個老婆 超級老婆 當然 因為我馬上會想起 有很多 即是Sector 這樣想 不是個別公司 不開名 例如科技行業 我覺得有很多未必能進入你 有很多會利用槓桿 即使他要做R&D 但其實他都需要做很多融資 有很多是無盈利的 無PE體的等等 很難完全剔掉那麼多的 是啊 所以就難 不過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去找 都找到一點 譬如我們看看 我們有一些特質是甚麼 我們用一些例子去講一講 我們看到螢光幕 其實都可能跟大家分享了三個很重要的 即是剛才在那個業務上 整體是怎樣劃分 但我用一個具體的例子去講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在科技的版塊裏面 特別是一個參與半導體行業 我們不能開名 我們在荷蘭裏面有一間上市公司 這間公司是專門做一些製造半導體芯片的機器 OK 即是說他的客人是甚麼呢 他的客人就是日本、韓國、台灣 出名的大型半導體公司 因為他要買這間荷蘭上市公司的機器 才能做一些越來越高技術的半導體晶片 首先這間公司的業務模式 它獨有的產品是很難複製的 它的成本門檻很高的 第二它的定價能力 這很重要 我們現在面對通脹 通脹最大的問題是當我們的成本增加的時候 我有沒有能力轉價 通常如果大部份一些很容易被人抄襲到的產品或服務 我不買你我買第二間 你必須要透過減價 或者起碼不加價 你才繼續有收入來源 即是你加價我都必須要用你 這樣才行 所以我們看到這間公司就因為它的技術 因為原來在製造芯片或半導體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叫光刻技術 已經到了第二代 這間公司專門提供這些機器 所以這就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我們看到就是輕資本 輕資本就用一個例子 如果一間上市企業 它想要增加它的業務 它的成本或廠房設備 人工、員工都要增加 傳統我們叫重資本的電信公司 能源公司 很簡單 就是我想增加我的覆蓋率 我們要建一些信號站 機樓 這些成本是很貴的 能源公司更加不用說 轉多兩個 再去運輸、油管 但原來輕資本在有些行業裡面 都不容易、不難找到 包括了可能是 講一些個別的電商或科技公司 它的業務本身獨特 也有異格能力 但是它需要增加的成本 很簡單 它是可能要增加一個伺服器 是 它不需要增加員工一倍 又不需要找一個地方 它需要一個地方 伺服器的速度夠快 容納的闊度夠廣 它就可以增加它的業務 這些就是我們喜歡的 這個是第二個一個 可以做到長期優勢的條件 第三個其實我們剛才也提過的 就是穩健的財務報表 其實財務報表 其實跟個人沒有分別 我們經常都說 有錢就任性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現在是現金充裕的話 起碼第一 我不需要去借錢 因為現在借錢正正是升值 利息向上升 成本是貴了 我們要計算 第二就是有一個現金充裕的地方 其實都有幾樣東西可以做 它增加設計股價 Share buyback 最終的 股份回購 第二就是派息 派到息 第三你可以減債 所以這些其實我們看到 現金充裕 往往其實很多時候 無論一個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提出這件事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你做不做得到 其實背後是支持到 就是一個長期的股價表現 是好的一個原因 所以就是這幾個 剛才一個例子都見到 就是競爭能力 它的產品、業務 所以是可以能夠 直至在一個通脹的環境之下 它的韌力、韌性是很高的 其實這些公司 譬如在你們的portfolio 選擇了這些quality stock 其實它的毛利 通常都會做得比其他 就是行業平均更好 而且它整體股價的波動性 其實是否都比起一些 國際指數的拉雲低 整體上我們透過這種策略 選擇這些股票 整個組合出來 我們看到過往整體的波幅率 大概是我們參考指數的三分之二 其實是小不少的 因為當市場極端的時候 譬如現在我們看到 譬如標榜500 或者是MSCI世界指數 其實它這一年波幅都很高 到二十幾個百分之二 我們說的波幅都是它的三分之二 所以其實是能夠做到 因為這些公司的韌性 和優質的特性 可以避開了一些過多的風險 或者波動性 也好 挺厲害的 通脹這一部分 我們現在暫時市場最害怕的東西 如果這些公司能夠有一個 抗倒通脹的那種力 就真的不錯 但是另一邊 大家都提到 加息週期 即美國聯儲局為例 可能隨時每次都加0.5 大家都害怕 直接是增加公司的融資成本各樣 在利率週期 他們是否都會相對有優勢呢 我們看看 我知道這是投資主要關心的 或者大家現在關心 就是想找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證明 給我們看看 是否真的 說得這麼厲害 首先我們過去 由2008年 就是我們對上一次 比較大型的金融危機 去看看 大概13年左右的時間 中間我們都經歷了好幾次 一個利率下降 上升 慢慢向上升的一個趨勢 我們分開了看 在利率週期下跌的時候 在利率穩定 即是stabilize 穩定的時候 以及開始逐漸向上升的時候 我們都挺自豪的 因為在三個時段裡面 起碼在過去13年的數據 我們見到在利率週期下跌 利率穩定的時候 以及利率向上升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做到 給整體股市做得好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表現錄得出來的結果 我們都覺得挺有趣的 但是有時候看到 我們最明顯的 跑型的整體市場來說 最厲害的就是利率下跌的時候 這個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雖然我們在說 在不同的時段 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都能夠跑型指數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跑型的時間最長 其實是在利率穩定的時候 中間圖表裡面見到 因為這段時間 講的時期大概都有成 比較長的時期 所以我們有一張圖給大家看看 即是說那個情況 究竟我們選的股票特性當中 除了我們講的特性之外 實戰了 在過去這段時間 看到什麼情況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待會講這一點之前 我要問你 講到好像有一點天下無敵 我想可能投資者 都會覺得有一個黑人問號 沒有理由的 當然會有些時間差一點 我也會透露一下 有些什麼是 這種投資策略 會有些什麼弊處 也有的 在哪些情況做得不好 簡單來說 我們的玩法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2008至2021年 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今年年頭到現在 都叫做開始跑型得好 但是我們看到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在利率息口最低的時候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利率很低的時候 就是融資成本便宜 我就是做槓桿借錢去買貨 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成本 當你美國的息口都沒有加息之前 我們看到特別的 通常在危機的時候 一些大的情況 當出現一個貨幣政策 很寬鬆 我們就會跑輸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到當時那一刻 資金相當充電 買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要買他們呢 你想想買什麼都會升 又有市場一些政策去支持 通常是什麼跑型 都不用我多說了 小型公司 有故事性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有些公司 就是其實沒有盈利 都會突然大幅升到 為什麼 CAP很低那些都炒到 對 突然開始炒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會落後大市 但是當市場回歸 我們看到當通脹開始帶動到一個加息 而這個加息是溫和上升的時候 我們就表現得最好 代表經濟好 代表經濟好 而且開始真的是 因為你用資成本貴了 就算借錢買貨的人 你都要選擇了 是的 你選擇一些就是 如果輸錢的話 都不會輸得那麼傷的 所以你真的開始從質素 從財務報表 對於一些基本的分析 注重的時候 我們這個策略就會做得好 正如泳池沒有水 你就知道誰 沒錯 整句就是 當潮退之後 你就知道誰沒有穿泳衣 沒錯 回到你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很多人很想知道 究竟你在說什麼股票 什麼類型 怎樣分類 哪個比例最多 是屬於你們的Quality Stocks 這裡我們也做了一個 可能畫面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也不要緊 慢慢說 首先我們分了三個時段 這個就是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在2008年之後 2009年開始看 因為我們知道 2008年之後有個金融危機 2008年之後 很多利率寬鬆的政策就出台了 這裡其實都某程度上 反映了我剛才說的重點 在一個危機之後 或者叫做政策最寬鬆的時候 最初就是一些質素沒有那麼高的公司 會跑人線 就是回形光幕最左邊 綠色的棒代表是高質素的公司 粉紅色的棒代表質素低一點 不要緊 開始的時候 當然大家就像這樣說 有得炒了 炒上去吧 當時金融、原材料、工業那些 相對地沒有那麼高質素的 都會跑人的 因為資金充裕推動 好了 但是你其實在說那裡 大概是一年多的時間左右 你炒完之後 市場要找主題 你又炒貴了 開始又重返去 回到一個叫做理性的 和基本因素面強一點的時候 這段時間就關鍵了 因為這段時間在那個叫做政策輔助 周期之後 十年的時間 差不多十年 這就是回歸到利率溫和 穩定 然後溫和慢慢向上 這些當時高質素公司 開始是科技公司 健康護理 必需性消費品 開始是跑型 你看到中間有個深藍色 就是代表整體市場環球的股票指數 我們是跑型的指數 但當周期完結之後 又開始到疫情之後 大家都知道疫情 大概在2020年 農曆新年之後 三月份左右 又開始了 這段時間 都是有一些高質素的公司 當時科技的板塊都是不錯 都是跑型整體的大事 現在看到很有趣的 就是最右手邊的那張圖 我們看到原材料 其實質素是差的 但因為這期 我們都上個來節目說過 這期就因磨污事件 商品、能源危機 食品、糧食危機等 所以炒了上去 但當然那些有主題性 原因在 但我們相信 市場拉勻來講 投資者亦都在趁著這個時候 在一個市場這麼波動的時候 開始會看一看 將你之前的貨物沒有那麼優質 是不是時候做一個調配 收拾好東西 那你就不是等待這一刻 收拾完之後 收拾好房子 你將來住得舒服一點 也有空間會好一點 而例如有些優質的股份 其實當時 當你和雀亂飛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理它 又或者它的股價 已經出現了大落後 那個股值也相對於 很相宜都沒有人理 到後面突然大家覺得 不是呀 要一些安全的東西 現在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他們是 有機會做一個比較長期的升浪 但我聽完你講 我覺得這一堆股份 有時大家都會想 我當然想整天贏 但像一些核心持股 是否適合擺放一個很長的時間 是不應該整天好像我的mindset 那樣出出入入入出出入入入 這正正是我們在投資的世界裏面 說一個叫做組合的概念 我們永遠就是按照每一個人的需求 我們是有分核心組合 一個配置 然後有一個叫做周邊的配置 周邊的配置首先比重不多 但可以是多些調配的 因為在傳統的一個叫做我們投資的行業裡面 我們有一個叫做strategic allocation 即是策略性 這個策略性就是我們的觀點 視覺的一個年份會長一點 我們有一個叫做tactical allocation tactical allocation是什麼呢 就是它時間性是短一點的 我們想嘗試捕捉一些相對短至中期的機會 這些我們會動得多一點 因為這個策略選擇優質股 我們要跟蹤它是否一個優質呢 其實都跟蹤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都不是建議用優質股來做 一個叫做短期短線的配置 我們是一個核心持股 因為說到最後都是 我們回到家做完事 新勞員了 我們回家都是想見老公老婆 你說拍散拖那些 自己出去拍吧 我們就希望我們一個組合是穩定 穩健的 正正是我想是優質股票裡面 可以帶給投資者的一個優勢 即基金經理都不會經常轉換 如果是這些股份 這些股票不會經常轉換 我們的投資組合叫做轉倉轉手 大概是35%左右 平均一年裏面 我們有100隻股票 或者10隻股票 我們可能會換3隻左右 即不是經常炒的 我們正如這樣 我們既然找到一個長遠的對象 我們是重倉的 慢慢觀察著它的改善 我們不會買少少買少少 即是試一下拍散 試一下試一下行不行 你已經躺身了 你躺身了 因為我們基金拿著 我們整個策略裡面 可能是新持股說的是不夠30隻 我們每一隻買到就不會是比重少的了 我們買到最高的可能是接近10% 有些就算沒有那麼高 說到6-7% 這樣才有意思的 大家多了解多一點 在這個波動的市況下 如何找回避風港 為自己創造一個比較長期的回報 也多謝Marco 剛才你也解釋了給我們聽 其實原來一些好的或者優質的股份 不是我們經常說的增長股 還是一些價值股 也不是特定的行業分類的板塊 每一個板塊裏面 都會有一些優質的股份在裏面 今天謝謝Marco的分享 有空遲些來再和大家分享多些市場看法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